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podcast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第20章 主题是外在的攻击与内在的沮丧 由Crystal姐妹撰稿 在昨天的耶利米书第19章 我们看到耶利米传讲打破瓦器的信息 预言审判和毁灭必定会临到耶路撒冷 而在今天的第20章 他就得面对极大的逼迫与攻击 生命跌进谷底 耶利米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沮丧 情绪低落到要咒诅自己的生日 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然而他最终仍选择相信神 并坚定地执行神的旨意 版章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至六节 先知遭受外在的逼迫和羞辱 第二部分是七至十八节 先知因为内在的恐惧 向神埋怨 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一和第二节 祭司英脉的儿子巴斯霍尔做耶和华店的总管 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 他就打先知耶利米 用耶和华店里遍雅敏高门内的夹 将它夹在那里 在昨天之前 耶利米都是在街头 城门口 或是类似新嫩子骨郊外的地方 宣告神的信息 所以祭司们尚且隐忍他 然而 当耶利米在圣殿 预言审判 祭司们被激怒了 对付耶利米的巴斯霍尔 既是祭司 又是耶和华店的总管 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属灵领袖 不但没有醒悟悔改 反而殴打囚禁耶利米 当时圣殿的主管有责任 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 用夹夹住 用锁锁住 耶利米书29章26节 夹是一种把犯人的手 脚 头 紧 固定的刑具 所以这种刑法等于指控 耶利米是夹先知 要使他身败名裂 更甚的事 他将耶利米夹在耶和华店 遍雅敏高门内 就是圣殿北边的门 使出入的人都讥笑 唾弃耶利米 耶利米书20章第3和第4节 次日 巴士护尔将耶利米开甲释放 于是耶利米对他说 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士护尔 乃是叫你马戈尔 米撒比 就是四面金鹤的意思 因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你自觉惊吓 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 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 你也必亲眼看见 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 耶利米没有妥协与逼迫 当他被释放时 他清楚传讲神 借着把巴士或名字本来的意思 自由尊贵 改名为四面金下 来预言此人将经历被掳的惊恐 并且他的朋友 就是政坛上的同党 也要承受恐怖的刑罚 要倒在刀下 被巴比伦王屠杀 他们所引以为傲的珍宝 也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犹大以后也会处在四面金下的光景 因为他们都拒绝了真先知的信息 耶利米这个王国的预言 最终在巴比伦三度入侵犹大使应验了 本章第二部分七至十八节 是耶利米本人最后的一次自白 也是最长最彻底的一次 外面的逼迫和羞辱 把先知内心的挣扎 和煎熬的情感全逼出来了 他终于宣讲神的讯息 但反而为此受尽屈辱 耶利米所传讲的预言 将来才会应验 所以现在面对嘲笑诽谤 也无法自我证明 于是他在神面前 宣泄了自己的情绪 耶利米说二十章七节 耶和华啊 你曾劝导我 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你比我有力量 且胜了我 我终日成为笑话 人人都系录我 劝导的原文是欺骗愚弄 耶利米用了这强烈的字眼 来表达他对上帝选招的不满 还记得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提到 当神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时 原本他是极其不愿意 接下这样的工作 他曾告诉上帝 他自己太年轻 没有口才 但上帝说过要和他同在 要拯救保护他 现在怎么会被这脚镣手铐 五花大宝在圣坛门上 被人民唾弃和羞辱呢 耶和华你欺骗我 而且在第十节 耶利米还说道 不止大家对他的话不当一回事 甚至连他的知己朋友也不接受他 有一种看热闹 看他出丑的心态 甚至要害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对待 是不是会两手一摊 回家过我们自己的好日子去了 但耶利米不是这样 第九节给了我们 为什么耶利米会持续忠心宣讲神的话的原因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奋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骨中 我就还忍不住 不能自尽 当耶利米不想要再传讲上帝的信息时 他就马上感受到有一股火在内心燃烧 钻进他的骨碎里 使他憋不住上帝的话 人确实无法阻止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 我们可以从这里联想到使徒保罗的经验 他就曾经说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 阿摩斯书三章八节也说 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 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 不是神需要付上代价 过程中也会不知不觉的受伤 通常受伤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放弃 但我们能否像先知一样注视于心中的那团火 当神赦罪救恩的好信息在我们心里炙热时 我们也会忍不住与他人分享 那是一种非传出去不可的力量 使徒保罗说那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 愿神在西雅图琳琅堂也能不断兴起 像耶利米一样有伙伴热情的同工 在神国的事工上 阿们 耶利米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 他很想放弃 觉得神欺骗了他 但他又知道神与他同在 他又像神歌唱并赞美神 我们来读十一至十三节 然而 耶和华与我同在 好像甚可怕的勇士 因此逼迫我的 必都半跌 不能得胜 他们必大大门羞 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 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 试验艺人 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 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赞美耶和华 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 脱离恶人的手 这第十二节也曾出现在 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节 都在说明上帝 是见察人内心的上帝 且必定会为受冤屈的人生冤 我们从这几节看到 耶利米整个的面貌 他一方面很气愤那些拒绝听他传讲上帝话语的人 且对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感到极度的安生 但他仍相信神与他同在 上帝的威武可畏 远胜过那些想谋害耶利米人的力量 因此足够先知耶利米 依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度过这样的难关 在耶利米充满信心的颂赞之后 我们可能会想 接下来耶利米一定会振作起来 阳光灿烂 信心满满地继续为主做工 相反的 接下来的十四至十八节 耶利米的情绪反而跌入更深的绝望里 这几节是我们所读过先知耶利米最为哀伤的时刻 他在咒诅他出生的日子 盼望自己从来不曾存在过 因为生命在他看来是苦难 这种哀伤到咒诅自己的生日 也曾在约伯记三章出现过 在这段经文中 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就是根据摩西的律法 咒诅自己的父母 或是咒诅上帝的都要处死刑 参见利未记二十章九节 和二十四章十至十六节 这里耶利米并没有咒诅上帝 或是咒诅他的父母 他是咒诅那位抱他出生的消息 给他父亲的人 也咒诅自己出生的日子 换句话说 他是希望他根本没有出生 这样就不会有人去报信给他父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耶利米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人性的缺陷也不会少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确实是很挣扎 充满着矛盾 在感恩与软弱中间摇摆 我们也常会在这样的光景中 前一刻还在信心的高峰 下一刻就跌到信心的谷底 圣经从来都不曾掩盖摩西的本相 也没有隐瞒大魏的软弱 这里神也不轻看他仆人的情绪爆发 所以圣经终时记录了十四至十八节 这些极度软弱的祷告 让我们看见先知的挣扎和煎熬 圣经没有记载神的回应是什么 也无法知道耶利米在这样的状况中持续多久 我们唯一能确信的是 因着对百姓的热爱和索门的呼召 耶利米还是持续信靠神 持续传讲若不悔改就必受审判的信息 因为就像前面第九节所说的 上帝的话就像火一样不断地点燃他 神的声音在他里面成为极大的力量 鼓励他继续往前行 而且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限的完全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让我们学习耶利米 就算在恐惧与埋怨中 人不放弃来到神的面前 经历神的能力 神的公义 神的使命 神的垂听 神的声音必能胜过这世界 及我们自己的声音 让我们呼求大有能力 神的声音天天领到我们 并掌管我们心 使我们坚持靠主得胜 读完这一章 圣灵也提醒我 要为牧者传道人祷告 他们不是像超人一样刚强无比 虽然他们忠于上帝 而且心系我们这些羊群 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 会痛会累会受伤 需要我们的爱支持和带导 相信这些可以成为 他们心中温暖的力量 让他们的服事更能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 荣上加荣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